想減肥又不想辛苦? 還要有得玩又開心 和平通全香港 快點來例程美學坊Bally Dance Corner 他們有簡壓瑜伽班 消枝印度舞 健體排排舞 素身抱皮舞等等 自己覆場練習都可以 而且還有多款跳舞衣出售 現在星期日還有免費試玩班 想知詳情? 快點上www.abdchk.com 或者打27826818查詢 我去報名先啦 11月5日 你真的覺得有得選嗎? 說就說是自由戀愛 說什麼,哪有得選呢? 我們只是按照自己心裡的慾望去選而已 愛,沒有不對 香港人網,這麼說才好聽 分析改變命運 穿梭環球時事空間 劉翁、阿東、嚴達明 徐姨門 好,星期四晚徐姨門 上個禮拜小弟說因病眷勤 今個禮拜又回來了 想不到一個回來了 劉翁今天下午開始發燒 今天就輪到他眷勤了 當然他眷勤之後就回來了 這位叫Sunny Sunny先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Sunny 我是剛剛屆的DJ訓練班學員 很高興今天可以上來徐姨門實習一晚 為什麼你要選擇徐姨門呢? 當然就是我喜歡的節目 首先就是我徐姨門比較生活化的節目 講世界時事,滿土東西 還有我覺得可塑性非常之高 可塑性嗎? 又可以擺西、擺小、擺什麼都可以 Sunny進來徐姨門 都跟回我們的傳統 就是戴黑色膠框眼鏡 雖然身形不同 我怕網友會誤會我是劉翁 我再介紹我是阿東 今天坐在中間 雖然我自己覺得不太相似 不過很多網友都覺得相似 所以劉翁就病了 我們亦都很歡迎 Sunny今天和我們一起開這裏徐姨門 看看我們今天到底又是開去哪裏呢? 大鳴 劉翁不在呢 由我講一點國際話題 因為始終來講 我不是一個劉翁那麼強烈的分析人 我本身都... 分析人 他一不回來你就說他分析人 當然 當然 我自己也講少少 講少美國大選的跟進 這個星期 網上封傳很多圖片 有關於美國的巨峰 這個桑迪 這個Sandy 大家都會看到 在美國自由神像的兩張相片 風暴就差不多接近自由神像的相片 大家都會看到 一看就是明天之後 就是明天之後 當然大陸就譯做後日的電影 另一張相片就是 自由神像被海浪蓋上腳的 但那張相片是劇照來的 劇照來的 但那張風暴那張是真的嗎? 大家都覺得那張雖然有些水分 但我也有懷疑那個真偽 不過這些東西很難去推斷 到底是真還是假的 不過那張相片 那兩張相片都是震撼的 尤其是雲S型那張 看到好像天亡美國 都比得上Catrina 對 比得上Catrina 也沒有奧巴馬造成怎樣 等等 只是叫美國人團結一致 互相幫助 情況之下 去度過這個風災 而這個風災 已經暫時造成65人死亡 而華爾街的股市 亦都是因為水浸 紐約的影響 無論地鐵也好 或者華爾街的股市也好 都是因為這樣 而停市 兩天了 停了市兩天 亦都比較嚴重 當然大陸的粉青 當然這個時候 就不忘抽水 就說 美國人又有豆腐渣 這些行為 簡單說 就表達了一種民族性出來 就是 不同的民族 有不同的表達 我們祖國的大陸的粉青 民族 人家這樣屋樓兼逢夜雨 面對一件這麼大的災難 你就在那裡抽水 這個民族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就說 自己做不做中國人 甚至有些書都說 內生不做中國人 如果要做這樣的中國人 說真的我就不做了 我寧願做阿魯華圖人 也好 我不會這樣做 你講到羅姆尼在他自己 他會繼續阻礙他的競選活動 奧巴馬就要坐鎮紐約 和紐約去指揮救災 你說不抽水 當然是不抽水 你以為民建聯嗎 你以為你們是劣質政客 這些人也是 麻煩你香港政客 或者東方的 其實是大陸的人 麻煩你學一下 別人是這樣的 這些叫人性的光輝 人格的光輝 就是這樣簡單 其實這也是有一段插曲 我一直在看新聞 講回奧巴馬 來尼泈Jersey 那邊比較的重災區 那邊的州長 基本就是羅姆尼那邊的陣型 這幾天之後 對奧巴馬都有很多正面的評論 新澤西州本身是因為這個巨峰,桑迪登陸的地方 新澤西州受破壞的程度相當嚴重 新澤西州的州長叫Chris Christie 他本身在九月尾的時候,也是強烈攻擊歐巴馬 叫他不要說謊話,Don't lie Mr. President 反而奧巴馬也是坐直升機,直接跟新澤西州州長對話 通了幾次電話之後,奧巴馬就意話不說 去到新澤西州時承諾,放棄一些擁場的程序 立即進入救援工作 新澤西州州長本身是共和黨人 他對奧巴馬的評價是180度轉變的 原本他批評奧巴馬,他在2008年競選的時候 要改變政治生態 但是他在選舉辯論的時候 這個州長評擊奧巴馬 不如準備好,買好機票就回到墨西哥 但是在這次事件之後 這個共和黨人也對奧巴馬是讚嘆不絕的 這些就是叫做是其是非其非 不是開玩笑的 有張相片在Facebook也流傳 就是Chris Christie 還有奧巴馬握手的相片 這些時候就是面對一個大的災難 不過其實這件事我想 在文明的社會 正常的人都會這樣做 不是說我做的事是為了選票 不是為了任何金錢的利益 這件事是中國人才會想的 所有事情都是陰謀論的 如果你在中國裡面 你在祖國裡面 甚至在香港 無論你做什麼都說你是陰謀論 無論你做什麼都說做選票 因為他們所謂在大陸長大的人 他們根本就不明白 什麼叫做人性 很簡單而已 這件事就是人性 不是說是其是非其非這麼簡單 就是面對一個災難 國民為什麼人們會這麼團結 不是為了利益 不是像大陸一樣 做任何事情都基於一個基心 一個原因 所以這件事不是很值得人欣賞 並不是說南亞島發生了海難 他們那些人還在會展上放煙花 這些是他們不會明白的事情 亦都是中國共產黨 我想這一輩子都不會明白的事情 一個泯滅人性的組織 一個泯滅人性的國家 是不會明白的 所以這禮拜的選情 就報了選舉人票數量 奧巴馬已經回升到277 已經超過了他能夠當選總統的選舉人票 那羅武尼仍然是維持在206 相信這個數據來講 可能還會令到一些搖擺的州份會有偏頗 因為始終如果你譬如說 兩個總統候選人 大家都停止了這個所謂競選活動的時候 即現屆的總統一定是有好處 因為始終在這個災難的時候 大家都不想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因為轉變是需要一個磨合期 作為一個現任的總統 而他的表現不是太差 而在三次電視辯論裡面 由輸慢慢開始打和變成贏 還有一個就是 共和黨參議院候選人 講了一句話之後 也都令到共和黨的聲譽相當差 就是說如果一個女人 待會成人的話 生一個兒子都是神的旨意 之後呢 其實你會發覺整件事 好像順著落 都是整定到羅姆尼 去到這個時候 都有機會脫腳的 下星期二 11月6日 就是美國總統大選 我自己相信 如無意外 在這樣的選情之下 歐巴馬呢 也都相信 也都可以連任的 因為天災會不會幫到他一點點呢 我就不敢說災難幫到人 不過就是說 如果歐巴馬這次的風災表現 比上次卡塔利納那次好 甚至指揮約定的話 其實基本上 對國民生產出來的印象就是 會有一個逆轉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也看到 在一些報道 就說其實這次的美國大選 基本上是一個廣告戰 也有這樣的報道 就是花了很多錢 但我忘記了 好像是7億 還是70億美元 按電視的廣告 因為我做廣告 我就很敏感這些事情 亦都在某些競爭激烈的州份 那些廣告都是互相抹黑 你說我不對他 說他不對 那種互相空間型的宣傳策略 而我覺得有一件事 就是這個巨峰Sandy 令到全美國的人放下這件事 去真正正去看回 兩個總統候選人的一些表現 我覺得其實都未常 當然天災是一件大家都不想見到的事 作為地球村的人 都會為美國人有一種為他祈禱的 有一種替他慘的 從來沒見過 這是我想他們說 基本上是真真正正的百年一遇 真是世紀的巨峰 而且是吹正 是一些民居這麼密集的地方 這件事令到國民放下一些無謂的空間 團結起來 我覺得對於一個國家來說 算是一個好事 不知在香港有沒有 例如在香港發生一些 即是賽 即是賽過禮拜後 但你突然間 剛才這樣說 Chris Christie 以及奧巴馬 一起去救災 令到我想起 會不會有一天 黃毓民 跟梁振英 一起去視察一些事情 即是我覺得 這個目標 都是一個非常之震撼的東西 香港的政治 不會出現這種狀況 始終梁振英政府 都是看中聯辦做頭 即是他都不會有一種 自非約定的感覺 給到你了 說真的 你也不用指望 真是硬頸到暈 不過你看美國這件事 起碼是總統親自去 就不會走一個 不知什麼人走出來 即是像中聯辦走一個 不知李剛走出來 關於這個美國人 他對自己的國家 熱愛和精神 想起一個笑話 講完笑話之後 講了一點日本的事情 這個笑話講了什麼 就是說 如果有一天 有一個混石 慢慢由外太空飄 撞擊地球 分別來說 如果有一個核彈 可以射爆這個混石的話 美國人 就怎樣呢 就是發現了這個混石 然後 就要去按這個按鈕 守住門口的管理員 就不會問你是什麼黨派 總之你現在要開核彈 射個混石 美國人 就會立刻 開門 給你按鈕 射個混石 但如果在中國 就會怎樣呢 首先 坐在門口的管理員 就問你是什麼派 你是江派還是狐派 然後 原來坐在門口那裡是江派 而你是狐派 他就會 攤開墳墓 吃著口煙 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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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啦吹啦吹啦 吹啦吹啦吹啦 美麗的事 所以 現在我們希望 祝福美國人民 能夠安然度過這個災難 所以 希望 在這個 選情上 我想 都是傾向奧巴馬多了 我自己覺得 美國的大選 形勢 暫時 都是這麼多 現在 少說日本 當然 在Facebook 這陣子 封傳幾張照片 就是日本的蕃茄 看到生長久久 就受到核的複射影響 另外 就有一些蜜瓜 即是蜜瓜 連體蜜瓜 就好像一個 葫蘆的形狀 另外 就有一些日本的影片 就是一些蜜金 蜜金的葉 原本就很細塊 即是比較細塊 現在就增大了一倍長 而在日本的關東地帶的魚類 有些魚原本是銀色的 現在就變成金色的 現在日本的福都喀意外 雖然已經發生了一年多的時間 好像消息就越來越少 但其實那個嚴重性來說 現在開始慢慢浮現 現在在日本福島附近水域的漁獲 大概有四成左右的漁獲 都是適宜適用的 尤其是這個色134和色137的含量 就已經在很多的漁獲裡面 都感染得出來 現在它慢慢污染了地下水 慢慢就污染了海洋 我想日本在這次的核意外裡的教訓 對經濟的打擊 或者食物那樣東西 都影響相當之巨大 現在看回福島 而引起核問題來講 剛剛就說了 就是法國的核電廠很多都不合格 所以相信會有新一浪的反核浪潮出現 對 因為之前的反核浪潮 其實那個示威都很勁抽 是圍政總 其實都是圍住東京的政府總部 這是一個很大的示威 但是其實這件事 其實福島的核事故 不是外界所想這麼簡單 其實它的影響是非常之深遠 因為我們都... 不知道你是讀理科還是什麼? 我讀文科 我們都會對核輻射對生態系統的影響 但是看歷史來講 那些影響是在講以十年計的 不是十年計的 基本上是一百年都做好東西 就是你切爾諾貝爾爆炸 以前在蘇聯1986年爆炸的 切爾諾貝爾核電廠 基本上到現在都是寸草不生的 全部是繼續留到輻射在那裡 完全不能夠種東西 甚至不能夠居住 沒錯 Discovery Channel 也曾經有個攝影隊去過這個地方 也是看回現在的核爆 即是電廠爆發的現場 很多時候 現在看到所有地方 基本上都是保留在二十多年前的所有東西 都是完全沒有動過的 近三十年前 那裡是沒有動過的 因為疏散了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人都寸草不生變死 甚至有電視遊戲 所以將它變成一個場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打這個Call of Duty 在Call of Duty 4裡面 其中一個場景 就是講述切爾諾貝爾這個地方 你想想 福島在三一海嘯之後 所發生這麼大的核事故裡面 它還洩漏了大量的輻射入海 以及入地下水的系統 其實對於整個區域 整個日本的區域和海面 其實它的生物系統 其實它的影響是很大的 而那些影響 不是我們可以知道的 尤其是對於生命週期比較短的生物來說 譬如蕃茄 它的生命週期比較短 它在影響方面 當然在人類的影響來說 可能要到一代或兩代人之後 才會看到的 所以現在 和核爆又不同 核爆呢 它的能量很快釋放了 半需期是非常短 相對 譬如說以前日本綜合大陸是長期 在長期的影響 廣島和長期 現在慢慢地 核的影響 比較上慢慢淡化 但如果像這類型 生產能源核的能量來說 就是半需期比較長 尤其是現在 幅度第一 半需期就是核原子分解的期 即是它的活躍能力減少一半的時間 減少一半的時間 不求深解 如果剛開始的時候是100度 要降到50度 譬如是要100年的 那我們的半需期是100年 有些是很短的 當然如果現在吃日本的魚類很危險 因為現在日本的水域都受到污染 尤其是大型的魚類 我個人的建議就是不要吃 除了對人類的影響 大家需要關心之外 我反而擔心是對生物的影響 即是對物種的影響 即是不同的物種 經過輻射 有一種最大的問題 就是會令到它因子突變 即是真的會看到一些 葫蘆形的瓜 有些什麼番茄 有變色的番茄 那些變色都不要緊 是一些魚類可能會變成怪物 即是會有一種新的物種出來 如果它 其實什麼叫因子突變 因子突變就是基因 即是每種生物裡面的DNA 有一個排列 如果是有些輻射 或者是一些高熱 或者是一些外部的影響 是會令到這個基因的序列 是會變的 如果基因序列一變 基本上就是叫因子突變 就會生出另一個形式的生物 或者是令到一種生物會有變化 而這種變化 通常都不能夠產生下一代 通常 但是如果它能夠 例如做一隻怪魚 例如大頭魚 才算 其實大頭魚 本身它變成了大頭魚 那條魚是不能夠生存的 但如果有一條大頭魚 它是能夠傳宗接代的話 這個基因就會傳到下一代那裡 就會成為另一種物種 就好像我們以前看很多日本漫畫 什麼漂流膠塞 最經典是茅圖一雄的漂流膠塞 就是為何地上會有一些妖怪走出來 為何海裡有一些人頭的魚出來 其實那些就是說 未來的世界受到核污染 或者受到一些物種的變異 相應的那條生物鏈 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我也說了一點 其實我們的基因本身 在複製過程裡面 是會容許有一點點出錯 而這個出錯是故意的 為何要故意呢 因為生物在進化過程裡面 是必須要有一點點變異 以這個變異 每一次是容許有一點點的話 我們在千千萬萬年裡面 是會慢慢演化一種越來越先進的生物 但是在核輻射的影響之下 這種變異率的出錯率高了很多 而我們的身體 或者生物的身體裡面 是不能夠承受這麼巨大的轉變 所以阿東說得對 就是如果受到核輻射影響到下一代 通常不能夠生存 因為它的轉變實實太多 而那樣東西是不是因應環境適應而轉變的 再說多一點點 為何不能吃魚類 再為醫生也要講一點點 那記住呢 逢是大自然裡面 逢是重金屬的東西 等一下龍美都會講到 就是逢是重金屬要吸收入人體的話 其實是一點都不容易 在大自然裡面 重金屬是有三種形式出現 第一種就是elemental的 譬如像水銀一樣 水銀針裡面 水銀全部是elemental的 原素形的 即是它的natural form來的 真的看到natural form 即是鐵就是鐵 沒有任何氧化的 這種形態的金屬是比較難吸收 除了水銀之外 因為水銀氣化之後 吸收會中毒 但是elemental的金屬 是一點都不容易吸收的 因為我們的長度 是有機制去選擇它要吸收的東西 而且那個form要分解才能吸收 即是我們的身體要吸收的東西 基本上一定要是那幾樣東西 才會吸收到你自己的人體 第二種形式叫inorganic form 就是一個沒有機物 沒有機性的 譬如什麼沒有機性 譬如是氧化了的水銀 或者譬如貼著銀粒的水銀 譬如貼著銀粒的水銀是甚麼 就是牙醫用的補牙物料 如果你想想 如果牙醫用的水銀物料 會令你中毒 這個世界就不會再用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吸收不到呢 因為貼著水銀的銀粒子 是非常之巨大 另一種形式 就是organic form 就是有機性 就是當這些合金 被一些蛋白質 或者脂肪包圍住之後 我們的身體 就不以為這些是要吸收的東西 就會連取這些重金屬 帶進去身體裏面 所以譬如說 在一些污染的環境之下 所有的魚類和貝殼類 都是不適宜食用的 包括大家去龍尾灘 挖了統獻都很開心的 其實千萬不要吃 真的不要吃 真的不要吃 因為有重金屬 因為它聚積在身體裏面 所以對魚類的影響就是這樣 當然現在如果說少少 就有幾分鐘的時間 說少少日本經濟 大家如果很喜歡去日本旅行的話 大家都嘗嘗嘗的 因為日圓衝破了十算很久了 很厲害 在這個月日本央行 決定了 在30號的時候 決定了 十一萬億日圓的量化附送政策 對於日本經濟來說 就比較有趣 因為在核電意外之後 很多廠商的設備或生產設施 都被海水浸了 尤其是汽車業 很多廠都是浸了 包括寧木的車廠也是 這個已經是第一場的打擊 很多出口業都受到影響 另一個打擊就是 現在的全球經濟都是比較差 很多時候令到日圓 因為日圓長期都很低息 0至0.1% 如果全世界經濟都不行 就經常去日本借錢 令到日圓被搶高也很厲害 現在日本的經濟 第四次量化寬鬆政策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投入差不多只有138萬億美元的錢 但是 對於日本來說 量化寬鬆政策 從來都不是很好用的 因為你再送多日圓出來 就只會借給外國人 所以日本累積的外匯儲備 現在都徘徊在大概13000億美元的儲備 日圓來說 當然 曾幾何時 宣布的政策時候 曾經急錯過 由10.32港元 錯過到10.22 現在又升到這個位置 所以日本的經濟 尤其是在貿易亦差的情況之下 出口亦都差了 對 出口亦都很差 基於鄰國 中日的浪潮 其實真的很影響到汽車業 日產都說 基本上要減少輸出 關閉星限線 很多美國的經濟都不好 導致日本的經濟一蹶不振 所以這件事都很值得大家去 繼續留意和關心 到底其實那個地震 對於日本的影響 其實並不是隨著記憶而消亡 反而這幾年 更加大的問題是會浮現的 好 下一節回來再談 劉翁回來再分析一下日本經濟 好 專程回來見 大人的遊戲 有 小朋友的遊戲 都有 全新時段 逢星期三晚10點 遊戲人間 愛打機 愛上lobed 愛capYidlovehk 不打機 就當是看美女 看美美的ysis 熱憐心作品 一言一道 愛情超暴話題作 張志臨 流心柳 真人真誌 啟發一盛 天生愛情狂 17 jar 十五天 愛上美功望 我們計劃 女生用的電子產品 美女發營DIY 到精緻的性玩具 教你如何自我修行 變成真正的美女 今天的天氣報告完畢 11月5日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點 戀愛全天候 愛多點 愛上L.O.V.E.D Love the .HK 蛤?我已經試了很多方法 但都沒用 不如你收聽明星潮雨館 和食得精彩時段的 Jacqueline護膚教室 皮膚及暗瘡治療專家 Jacqueline會講解不同的皮膚問題 教大家養生美容 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方法 到時點指望你 還疼你 教你健康身體改善皮膚的 Jacqueline護膚教室 由Jacqueline Beauty送上 上終極暗瘡快打 31884002 預約免費皮膚資深 割包皮的比例 應該怎樣都多過剪頭髮的比例 但我又真的想剪一下 如果那裡一癌一殘 會食慾大減的 你明不明 我不信你那裡瘋狂 你現在脫負來看 即是你自己用自己剪頭髮 是否一定剪到癌一殘 一吸一吸的 對不對 你能看到的 但是 有些位很難剪的 有些位真的很難剪的 你不是訓練到你女朋友 洗剪吹 真的 逢星期四晚10點 五個一夜情 這麼說 嗜好聽 靚波王速新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新口味 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 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辭明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上一場靚波之尾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11月5號 有時候就是這樣 兩個人在一起 好幾個月 跟著又差幾天 然後又好幾個星期 又差一會 來來下你就慣了 愛 沒有不對 分析改變命運 穿梭環球時事空間 劉翁 阿東 嚴達明 徐耳門 Hello 各位網友好 回來第二節的徐耳門 依然是劉翁抱養的 因為他病了 其實我覺得全香港人都在病 沒錯 周圍的咳聲都是四起的 但人們不知道為什麼咳 還要周圍吃火鍋 將病菌繼續散播 還有不戴口罩 沒錯 不戴口罩 包括我小弟 咳了兩個星期 好了 回來第二節的徐耳門 依然有阿東 達明 還有我們一位 實習小子 其實不是小子 其實都 實習的 新烈 我們是不是講本地之前 第二節回來 亦都是講一些藝術 主要介紹兩個文化藝術 第一 就是比較多人去登記 今天開始登記 就是文藝復興音樂節 有主打林一峰和王耀明 在11月24日 星期六全日 有不同的組合 有五條人 Atomic Bubbles 王耀明、陳珊妮、林一峰 有些可能是indy 我不是太熟